這是最後一次了 這是最後一次了 博憂座最後五秒會看見光 看見暗 還是看見我 帶領觀眾深入思考 生命終點 與活在當下的意義 奉馳電車防錐桿 定要活單 上一億 鄧凱倫的登陸月球前的24小時 則是以魯迅小說奔月為題材 窺看後裔與嫦娥 血淋淋的現實婚姻場景 戲曲夢工廠推出六檔實驗作品 以創新手法帶領觀者看見鏡像中映照出的內心世界 那我們這一次的主題其實叫做鏡像 鏡像 就像這一次的主事學的設計一樣 在一面又一面的鏡子當中 我們是看到了別人 還是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表象 還是看到了內心 另一方面 路徑的鏡其實就像這邊提到的 你可以有一個無限開闊的方向 從這一點可以拉到任何一個點 但是不管如何 其實都是以戲曲作為一個出發點 所以我們這一次六出戲曲作品 其實沒有任何一出是橫空出世 然後無中生有 其實都是職基於傳統的創新跟實驗 六檔作品匯集了布袋戲 金劇 客家戲 歌仔戲等劇種 大膽突破傳統框架 展現跨界融合的創新思維 要在傳統戲曲與當代劇場的交流中 尋找到更多的觀眾 在整個的戲曲夢工廠裡面 彈的領域非常廣 它在劇種裡面還有布袋戲 有歌仔戲 然後有客家戲 有金劇 那它彈的範圍呢 它有彈婚姻 有彈抉擇 有彈夢想 還有彈離別 我覺得這個廣度跟深度 我相信大家在這個戲曲夢工廠裡面 可以看得到 那未來傳藝中心也會基於呢 這個傳統藝術的頂域 我們會繼續再推廣 我們希望呢 讓大家看到傳統藝術在當代有各種無性的想像 戲曲夢工廠將於11月13號到12月19號連續六個週末 在台灣戲曲中心多功能廳登場 六檔大膽創新的作品 要讓觀眾朋友看見不一樣的戲曲新世界 記者李奇慧 台北報導